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府研究后建议公路总局采取路线分流的方式 市长谢国良表示4月底前会拜会公路总局讨论9026的路线分流 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跟交通处长王振宏 针对9026在早上尖锋时间通勤民众常上不了车的问题 之前到现场体验会看的画面 而经过研究市政府将向公路总局提出路线分流的建议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9026的起点 几乎是在基金三路基隆世界那边 然后会经过内辽 武胜街口 蓝天绿地 一路的到我们从道伦地区再转到麦金路 可是其实从基金三路基金二路基金一路过来 其实有一个二高 所以我们认为说真正9026应该考虑分成 所谓的A线跟所谓的B线 从道伦地区基金三路二路一路过来的乘客 其实不需要再去绕整个麦金路上一高 应该就在二高我们的道路交流道 直接就可以右转上高速公路 这样就可以替基金一路这些大部分的旅客 省下很多时间就不用绕整个一高 也就是说他们从基隆世界开始 到最后一个站是武胜街口 大家不要看光是这样就有11个站 已经经过11个站了 就不要再往麦金路沿路 直接在二高的道伦交流道 直接上国道三号也就是俗称的二高 然后往它的终点站南港进行 那么新的B线的部分就应该从中连仓储发车 也就是说前面上二高的部分就已经疏解掉了 然后一路从石皮赖站 新山进水场 安乐二阶 乐立三阶口 一路到富佑医院长庚医院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这个本府提出来建议 应当能够有效的疏解9026 不管是排队时间非常长 或者乘车时间非常长 等等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会具体的跟公路总局去做出建议 我也会实际的会去拜访 这个我们公路总局的局长 希望他能够拨控接见 时间大概在4月的下旬 4月底前 我们就要完成这个拜访 那另外3月20号 公总也已经同意 包括有统联 我们原先的一个首都 大都会国光 四家客运 整体进来所谓的一个运量的提升 那刚刚市长也提到 这个4个客运业者加进来 其实对我们AV的分流是有注意的 也许有 例如说2家或3家的业者 我们来经营A 那其他家来经营B 市府交通处也进一步说明 感谢公路总局和立委积极协调 目前有4家业者来支援9026的运量 如果能进一步采取路线分流来行驶 将有更大的注意 市长谢国良表示 他也预计在4月底前 拜会公路总局局长 希望能进一步解决9026通勤族 上不了车的问题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在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王静元教授的建议及辅导下 大都会客运与国立基隆女中合作了 提供了22088师生专车服务 派了好久也争取了好久 直到台北中校东路联合报站 及市府转运站的2088师生专车 终于通车了 我觉得很好 这样可以就是更快的可以回家 可以让我们那个回家更方便 不用一直等车那些的 因为现在政府在推动 就是公车进校园 把公车开到校园里面来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基隆旅中的师生 在每天放学的时候 就一车直达台北的市府转运站 那我们预估这个时间只有25分钟 那让那个旅中的师生可以最快时间回到台北 那让小朋友能够多一点时间专心在课业上 这是陈明毅校长 还有韩世衣议员 一起来争取 那我要特别强调 这是政府的政策 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王俊元教授建议的 大约25分钟即可抵达台北 校方以更好的公共运输服务 让同学有更多的时间专心课业 让我们基隆地区或是外地的来基隆就读更便利 非常感谢我们大都会2088李总经理这样的一个善取 所以今天会特别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首发车的仪式 由总经理亲自到场来帮我们主持首发车 也邀请到地方的我们议员还有我们这个基隆协生家长 联合会的总会长到场来跟我们加油这个勉励 除了我们这个专车以外 负责接受我们小朋友上下课 还有就是每年还要感谢我们李总经理 那特别提供10块广告看板 那给我们的这个女中 那已经呢还有呢 每年还提供了这个奖学金五万块钱 那给女中的这个学生们 那希望呢大家呢 能够呢用心的读书 那更勤奋更加油 那未来呢考上好学校 首行日当天 校方和大都会客运还招待搭乘首行的师生们 每人一份麦当劳餐点 期盼这一班专车能获得支持 长久营运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六读里有一群引发长辈 没有过过儿童节 向副议长杨秀玉反映 想过儿童节 副议长杨秀玉呢 就专程到市区 自费买以前小学生专用的学生帽 陪长辈们返老还童 扮演小学生 一起上课过儿童节 戴着复古小学生帽子的长辈们 在基东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扮演老师陪同下 返老还童cosplay 从当小学生开心的不得了 由于在七读区六读里 有一群引发长辈 从小就没有过过儿童节 因此向基东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反映 想要过儿童节 一向非常关心长辈的杨秀玉 还因此专程到市区自费 购买以前小学生专用的学生帽 陪长辈们烦恼还童 角色扮演重当小学生 一起上课 逗得长辈们哈哈大笑 那就是有相信跟我提到说 明天是儿童节 我们小时候都没有过儿童节 我就突发心想说 儿童节 我说那这样子好了 明天的儿童节你们可以过一个 返老还童节 我就突发心想就跑到市区去买这个 那时候的三四五六五年代的 农业社会时期的这个儿童帽 那这到现场就隔天 就是儿童节当天 就做了这一段的这个桥段 小桥段就是让他们过这个 回忆这个儿童时期的儿童节 因为他们那时候的那个年代 真的是农业社会 也没有什么钱可以过这个儿童节 那我想说 因为现在不是只有高龄 现在随着这个超高龄化 少子化 那我觉得说 我们这些长者 也要让他们在就是说 退休之后 他们的生活都是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所以我就突然间想说 儿童节其实也可以说是 烦恼还童节 让他们就是开心的 在这个这块土地 在这个社区内 能够跟这些就是退休后的这些长辈 一些好朋友一起过这个 他们想要的一些快乐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蛮有意义的 那也希望说 我们政府也可以提倡说 不见得一定是儿童节 儿童节可以把它改成是 烦恼还童节 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杨秀玉认为 基隆市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 不管是政府或是个人 都更需要用心关怀长辈的问题 毕竟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变老 因此帮长辈们过一个烦恼还童节 完成他们的心愿 自己也非常开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为在七夺马林地区的宠物银行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启用呢 一向非常关心流浪猫犬 宠物问题的市议员张炳君 再次前往会刊 建议市政府是否可菜用 部分验收市营运的方法来启用 收容在宠物银行里面的流浪狗狗 听到有人接近同时兴奋 警戒起来不断吠叫 为在七夺马林地区的宠物银行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正式启用呢 一向关心流浪猫犬宠物问题的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在主管单位基隆市政府产发处 以及宠物银行园长和工程人员 等人陪同下 再次前往会刊 发现像是之前工程缺失中的漏水问题 已经注射发泡剂 抓漏止漏 其他缺失也不断改善中 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启用 没人敢说 因此张炳君建议市政府 是否可以采用部分验收 市营运的做法来启用呢 那我们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也在网络上有看到 有一些的志工 反映我们宠物银行 当时在新建上 可能有一些的疏失在 所以我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 我就立即的前往我们宠物银行 来现场来去看 到底实际的营运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经过其实产巴处的不断努力下 秉均今天再次办开会刊 邀请产巴处一起来看 就是看这些的缺失 目前的改善状况 是不是真的可以符合一个 我们流浪动物 一个友善的收容环境 当然其实我们现场看到的时候说 已经有大部分的缺失都有进行改善 但还是有很多的小细节 需要我们在后续来跟产巴处 甚至我们营召单位来去共同协助的 那让我觉得这个千万不要急 就是说我们希望一开始的 虫物银行提供就是友善的动物环境 所以我倒是会建议市政府这边 是不是可以采用先市营运的方式 让我们这些流浪的猫犬 先进来这边 等到实际营运状况之后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的空间 然后把它一次改善完 改善完之后 再来正式开放给所有我们金融市民来这边 不管是带着我们流浪动物来这边散步 或当志工也可以 但不管怎么样 我也会持续监督市政府 一定会让我们的虫物银行 成为友善的动物环境 张炳君认为部分验收市营运之后 也可以发现犬舍及猫舍 以及工作人员办公室等设计上 和实际运作起来的差异 可以同步进行改善和调整 希望市政府尽快克服问题早日启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金融市警察局3月连续接获报案 指出这个验车厂火锅店等店家发生切案 经过警方调查 嫌犯抓到了 罪名火锅店已经打烊 但男子低着头 行为相当诡异 朝柜台走去 但不知道头顶上的监视器 已经拍得一清二楚 男子搜刮现金 直接逃走 而嫌犯偷窃行为不止一桩 趁着大家都已经下班 闯入二手车行行窃 这次疑似之道有镜头 手一伸 想试图挡住 但早就来不及 店家隔天一早准备来开店 发现放钱的抽屉已经被撬开 就是那一条而已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而已 就没有了 那个鞋就不见了 金融在生育中旬 连续发生多起窃案 警方调查 20岁的范姓男子 从新北深坑住家 搭建车跑到金融偷钱 为了躲避监视器拍到 就从后面防火像爬窗进去 至少犯下事件窃盗案 得手近十万元 本分局发生多起 在深夜时段住宅及商店招窃案 经研判守法系犯嫌 利用深夜时段攀爬进入刑窃 警方在受理报案之后 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 锁定一名嫌犯 并向金融地检署申请居票 在嫌犯的住处埋伏多时 终于将其查获 全案依窃盗罪嫌 移送金融地检署侦办 警方抓到嫌犯 发现他用账款来买名表 当初会偷钱买表 就单纯为了手表好看 但现在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郑文婷 郑文婷有一个会让我愿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荐他的原因是因为 他有正义感 基隆要持续进步 需要懂得向中央争取预算的好立委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最专业的郑文婷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阿伟啊 头前是怎样啊 就仁爱桥4月10号开始要改建了啊 蛤 为什麽 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啊 要改建才安全啦 喔 你是说要花旧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 好啦 我趕快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了 那会更安全啦 各位视频朋友 大家好 我是张秉军 我已完成登记 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党内初选 身为市议员 我深深了解 基隆市即将面临的现况和挑战 基隆市要持续进步 立法委员电话民调 请唯一支持 统人机的张秉军 慈云寺的财神店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政神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店残敗哦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未来要响应世界树香日 由谢国梁市长发起的 阅读快闪 棒棒相传 接力朗读 分享幸福的活动开跑咯 邀请全国各界接力朗读 同享阅读的喜乐 阅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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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快闪 棒棒相传 朗读起跑咯 来自金融市立 国中校各校乐推老师齐聚 在明德国中市区共读站 共同朗读 更串联网络平台 邀请全台各地的民众 一起进入书香世界 2023基隆世界书香日正式开始 在这整个世界阅读日 所要分享的 其实就是一个知识的传递 由我们谢市长开始起棒 而由我们现场每一个学校 发展他们自己本身的特色 那最重要的是 鼓励我们阅读 也希望透过书香的传递 让每一个知识 都能够升职的 在我们的教育现场 接力朗读 分享幸福 第一棒就是市长谢国良 将书中充满正向能量的话语 分享朗诵 今天要朗读的书名是 基隆的气味 有陆文化出版的 包括副市长邱佩玲 全国图书教师辅导团 教授都一起推动 用阅读的丰厚动能 学生也以国语 阿美族语 越南语 接力朗读 我们班每次 用同样的方式 一直重复的讲 一直重复的讲 希望阅读可以带带相传 就是要棒棒相传 市议会教育小组 召集人张耿辉一作 也亲临现场 给予满满的肯定 今天来参加这个 阅读的棒棒棒相传的 快船活动 让我觉得非常惊讶 而且非常壮观 除了说 线上的一些活动之外 还有结合到 甚至要推展到 我们世界的树香日 然后也肯定 我们小爱爸爸 带领的团队 尤其我们教育处长 牛美兰牛处长 带领的一些团队 真的很辛苦 也谢谢你们 你们很棒 然后有机会 我想从这个经验 让我感受到 真的是阅读 真的是很重要 接力朗读影片 全在跨越基隆 脸书专页上 欢迎大家找好朗读文本 接望人拍摄 两到三分钟朗读影片 将影片连结 贴到跨越基隆粉砖 共同投入书香世界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 好 民进党金融市议员 张浩瀚 洪森勇 陈君佐 曾宜峰 联合召开记者会 宣布即日期展开要求 市政府立即订定 万元染疫慰问金 发放办法地方性公民投票 提案联署 希望在4月底前 完成1200份的联署 送进金融市政府审议 对此金融市政府发言人 于致名说 不予回应 不对线 拼公投 要引线 民进党籍市议员 张浩瀚 洪森勇 陈君佐 及这一方 联合召开记者会 宣布即日起展开 要求市府立即订定 萬元染疫 卫文金 发放办法地方性公投投票提案联署 四位议员即将要提起 我们地方性公民投票案的联署行动 那最后这个联署行动 就是要要求金融市政府 立即订定 染疫卫文金的一个发送办法 那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办法 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谢国阳市长 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在金融城市 大大小小的一个角落 甚至还有宣传车都挂起了 市民只要染疫 就能获得一万块的一个染疫卫文金 只要顽固了 更有三十万的一个顽固金贴了 这样的一个证件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具体落实 要求市政府 要来发现染疫卫文金 那现在宣刷了 你准备水不准 可以说宣刑三民开市 宣刀呢大家开市 所以这一半的行为呢 是向我们 第一次的市民来专行 呼吁谢市长 上任一百日 该专心市政 想想怎么兑现证件 当初谢国梁候选人提出证件的时候 就是以金融市十万染疫人口为例 也公开公布 若发放卫文金的试算金额 大约五到六亿元 还声称中央政府 只给染疫死亡者十万元 非常的没有同理心 那如今谢国梁市长当选了 那他的同理心又到哪里去了 要求金融市政府立即订定 染疫卫文金的发放办法 找回谢国梁市长当初所说的同理心 针对绿营议员发起这项联署 希望在四月底前完成一千两百份联署 送进金融市政府审议 对此金融市政府不予回应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救国团金融市团委会 结合心意及暖暖团委会 共同举办捐血活动 包括了二路元帅财神庙慈善会 及金融市议员张耿辉 都积极响应 呼吁社会大众来捐血救人一命 最后总共募得223代的热血 救国团金融市团委会 结合信意及暖暖团委会 共同举办捐血活动 包括二路元帅财神庙慈善会 以及金融市议员张耿辉 都积极响应 呼吁社会大众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疏解血荒 最后总共募得223代的热血 因为现在全台政治血部 缺血的现象 需要我们私底好朋友 共同来挽秀你的衣袖 共同来建出你一代热血 来指引我们热血部 血汪的时刻 然后我想这个非常有意义 也感谢我们金融市团委会 在我们团队和主任的带领下 共同的来响应我们全台的捐血活动 包括二路元帅财神庙慈善会 捐赠牙膏牙刷 以及善心人士朱先生 致赠黑木耳健康饮品等赠礼 送给参加捐血的民众 为大家补充营养 也感谢大家踊跃捐血 体验录制节目及小主播 了解播播技巧 同时也克服了心理障碍 阵线最好的自己 想要坐上台可得下功夫 小朋友们分组探究议题 提出自己的想法与观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请问你觉得小学生的压力来源是来自哪里呢 我觉得小学生的压力来源来自于家庭因素 课业还有安亲班 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人际关系 那你是否遇过这种状况呢 有啊有啊 对于人际关系 我很有经验 不只自我剖析 小学生还关心环境正式污染 你觉得哪个国家的空气污染最严重 为什么呢 英国 因为他们国家曾经经过工业革命 那使得工厂排放了过多的废弃 还有自我保护也很重要 预防踩踏事件也是关注议题 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呢 政府可以加强像是逃生营的人数限制 出外游玩是自身的选择 建德国小六年级学生参访中家宽平集荣 结合所学阵线自我 中家学院与学校合作 开放摄影棚 并安排讲师分享播报技巧 不只录制节目 还协助小朋友录小主播 大家好 JDP的新闻台主播连琳 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 关于疫情肆虐全球的现况 不只体验目前 还深入幕后 了解节目制播 每个环节相扣的重要性 参加这个活动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体会当 提会到了当主播的不容易 很辛苦 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种活动 最难的地方就是上台的时候会紧张 有时候会讲不出来 会忘词 今天的参观这里 发现摄影棚很大 然后灯很亮 上电视可以让我声音变大声一点 还可以慢一点 今天很开心就是带着见的国小607的孩子 一起来参加这个小小主播田野营的活动 然后我发现小朋友 其实都可以在镜头上 实际的去体验他的辛苦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他们今天表现的非常棒哦 那也谢谢新闻台给我们这个机会 中家宽评吉隆电视能伸进在地媒体的企业责任 对在地学子分享节目制作与摄影棚相关设施 透过体验媒体作业的流程 共同促进媒体试读的公益教学 记者黄少民蔡小军采访报道 接下来是一个爱心活动 乾隆珠宝董事长江洪志 持续多年的爱心便当活动 这一次结合了市议员张炳之音 共襄盛举 除了爱心便当跟馒头外 还加送鸡蛋 让弱势民众相当感谢 乾隆珠宝董事长江洪志 持续多年的爱心便当活动 这次市议员张炳君也共襄盛举 一起送出250个便当跟馒头 还有最近非常欠缺的鸡蛋 让弱势的民众 获得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 事件开始很不好 我们每星期发这个爱心便当跟馒头 一星期一星期人都会出现 所以这个社会我发现 需要各的共同来关心 来关怀 所以今天很感谢我们这个专议员 看到我们这个爱心的指动 它自动要来参加这个 发这个上这个鸡蛋 所以这也是让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低收入的人 感觉有一分的爱心的温暖 所以我们这些所在 本来感谢这个专议员的参与以外 也要好好社会 大家競争到来关怀 我们竟然是这些低收入的民众 让他们一些爱心的关怀 那其实丙君常常看到我们 乾隆珠宝我们江董市长 那每一个礼拜四 都有在发放爱心的便当 给我们这些需要帮忙的这些长辈们 那丙君其实也是受到 我们的江董市长的这种 善举的感召 然后今天也是共襄盛举 然后也准备了我们新鲜的鸡蛋 那跟着我们江董市长 在今天一起来发放给 所有我们需要帮忙的这些长辈们 但就如同我们江董市长所说的 那其实社会上的弱势其实是非常的多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人 愿意来一起加入这种善举 让我们来一起关心这些弱势的族群们 让这种是成为一个和谐快乐的城市 排队领取爱心便当跟馒头 还有鸡蛋的民众 也向乾隆珠宝江董市长 跟张炳君议员致谢 现场气氛可以说相当的温馨 董市长江洪志跟议员张炳君 也希望把这些爱心跟关怀 不断的传播出去 让爱不断循环 也让基隆成为最友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一条小军 下面邀请查看 可不吝点赞 这个绫英文